吃鬼 吃鬼 你給我出來 給你出來 老婆幹嘛 幹嘛幹嘛我起床 肚子餓死了 早餐你不做就來 幹這個一毛三分地 你什麼意思啊想餓死我嗎 那我不中誰中啊 叫你早點洗來跟我一起出來 你又不洗 嘿喲你還叫我幫你插秧啊 我的你嫁給你的時候 你說過什麼事不用我幹 現在有膽子啊 要我給你插秧啊 那你嫁過來叫你插秧 我們家裡都沒有米下鍋了 很為難你嗎 來前來我要小姐買口紅 買包包 買化妝餅 要買啊 前幾天不是買了嗎 買了那個用不了了 最少要三千塊錢 沒有三千塊錢 我跟你說今天這個婚 立定了 老婆你不要這樣想嘛 現在小孩就這麼小 是不是小孩又要吃奶粉 你買一塊東餅的話 幾千塊錢 那小孩吃什麼啊 我不管的 你改不了我 就 等一下我去找一個給你有錢的 當初怎麼看上你這種窩囊犯 簡直就是殺了眼 那你早上起來 你不會煮一下粥啊 我出來炸茶田 六點鐘我就起來了 我會煮粥 我還要叫你嗎 我從來都沒煮過 你都知道的 行 你像是一尊大佛一樣讓我公走 我受不了了 這種生活 離就離 受不了 我還受不了呢 像你這種人 真的是 誰不離誰是孫子 我跟你說 你就離誰怕誰啊 小孩我自己帶的 好 給你帶 看你能不能擠一個 你不要跑鬼 不要 怎麼娶到這樣的老婆 真的是 爸爸 小姐回來了 爸你去哪兒你回來 現在春天了 更天了 更天了 更天更天 跟我的前夫 一我一樣 什麼 什麼前夫 我跟你 我跟我老公離婚了 離了 離了 離了兩年了 哎呀 離了不懂我說 為什麼要離呢 而且我還去外面接過兩三個 男朋友了 他們啊 偷嫌棄我 用錢用得快 哎呀 花錢大手大腳了 同你這樣 吹不前戲啊 原來你家那個大妃啊 就好好的 那麼老實 什麼好 錢都沒給我花啊 我去外面 隨便找一個都比他錢多 你說那種啊 要不呢 你說大妃 那麼複雜 要看黑色 能夠擁人你 你 你有壞脾氣 哎呀 那種人你都離了 你真是後悔一輩子啊 我才不後悔呢 你看我身材那麼好 那麼漂亮 好多男人排著隊來追我呢 還跟大妃那個 你講這作樣講 穿頭那個阿蓮 就是你這個性格 現在有你了 五年了都沒人要 你知道嗎 我跟他不一樣老爸 現在他整天在家裡哭 知道那個性格 後製懶著 又想吃好 又想穿好 現在他過了什麼沙牆 你又跟他這樣過去啊 哎呀我 我才不跟他我 我都說好多人喜歡我 老爸有沒有錢給三千塊錢 沒有 給三千塊買一張好紅 沒有 你要錢我知道你養那麼多豬 養豬那麼辛苦 我們農民伯伯 有沒有吐什麼好紅 你聽我說 去大會家 同大會付完吧 我不可能去了 你不去的話你就後悔 以後 誰要你啊 大把人要 如果你不聽我聲的話 以後你不要回來 你要氣死老爸啊 不回去不回來 聽我說 不用不回家了 順便我們過去吧 同朋友鬥去 不要帶孩子不容易 也是你親生苦用 為了何時 為了完整的家 過去 回去 你手就能離彎的話 我不讓你離彎 現在可能別人能夠原諒你吧 去吧去吧去吧 聽我說 不是以後我不理你了 去去去去 那麼好 你大飛能夠原諒你啊 這是你八百修來的福啊 走 快走 爸 無法一直去啊 哎呀 記住 出來啊 向朋友鬥去 過去的事 忘了吧 做人不能忘吧 為了小孩 為了家庭啊 不能那麼任性啦 知道了 有什麼 跟老爸相良 老爸幫你做主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去要忙 喂 大飛 有人在家嗎 誰啊 你好 你好 找哪位啊 大飛在家嗎 在啊 找大飛幹嘛 你是誰 我是這家的主人啊 主人 是啊 你們找大飛幹嘛 你看 不要 就忘了 怎麼辦 那你叫大飛 出來一下 好吧 老婆 老婆 有人找大飛你好 要成家了 我已經成家了 你怎麼把你女兒又帶過來了 你過來我歡迎 可是這種女兒過來的話 我一萬個不歡迎 朋友你怎麼說話 現在怎麼說話 這麼大聲了 有脾氣了 有脾氣了 我當初還得謝謝你啊 哎呀 我帶著孩子 做家務 擦田 哎呀 你不珍惜 叫你做一樣 你都不做 現在跟我離婚已經兩年多了 我重新找了一個老婆 我這個老婆啊 什麼都依著我 家務婆 海老家裡面的事 全部都幫我做得清清楚楚 而且的話我出去工作 回來又有熱飯吃 不像那時候跟你一樣 哎呀 那種意思啊 下坤了你就要大佛一樣 真的是沒法過了 還得多謝你 讓我找到一個這麼好的老婆 我現在啊 我在城裡面 也做上那個經理了 哎呀 也買了房了 買房了 小孩我也接到城裡面去讀書了 買房了 你來這裡 幹什麼你啊 這不要臉了 女兒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我兒子啊 你兒子在城裡過得好好的呢 你家老婆都想算到地方裡面去了 我就丟臉死了 不行 你判我兒子 你趕緊離婚 我們要復活 現在不是你的兒子了 你那時候這麼狠心 說兒子還要我撫養 哎呀 跟你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現在你還想跟我付婚嗎 你這種家女 我才不要你呢 為了兒子啊 算了不講那麼多了 還為了兒子 你身為一個女人 不安分手擠 連自己的金生骨肉都不要 都是你從你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啊 我能讓你一個外人來教訓我嗎 你是誰啊 行啦 你不要再來打擾我們了 我們的日子現在過得紅紅火火 你再來的話 下次連門口都不准你到 不來就不來誰稀罕啊 我要找一個比你強 比你能幹的 不要你爸 還是這個德性 老婆不理他 我們回家 以後不能做個德性了 你這樣 你還要賣 是我們沒有理 你還講什麼 以後不能這樣 要懂得順序培養 要懂得珍惜家庭 老婆家裡還有一點錢 我給你去學意志資產以後 從事自己找個好工作 找個好家庭 聽我說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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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